五月争霸的硝烟 化作人间天堂的美景 百转鲜回的水墨腔 唱不进古往今来的典雅神韵 巧夺天空的园林 浓缩气象万千的文化底蕴 鲜有厚乐的豪情 铸就感为人先的城市基因 一座东方水城 让世界读了两千五百年 或许苏州本就是一个秘 等待我们去发现 昌门附近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里 一家特殊的饭店隐匿其间 它的名字叫寻耕酒楼 我来自太宣 看看我的第二故乡 我是数百元城设养的 明朝处理我们的祖先 就是在这里生活 我来这里就是来看看我们老祖宗 这是长门寻耕纪念地 每年都有不少人前来寻耕问族 现在苏北很多老百姓 他们都说自己的老祖宗 是从苏州长门迁到苏北去的 那么时间大概是在明朝初年 那么这个牵过去的说法叫鸿无感散 为什么要和不够设 因为当日我支牛站 公大搜罪人 在人几岁 大致搜罪一个老百姓 所以这个孩子 在于公共的搜罪人 这个支牛站的搜罪人很得不得 没啥 你都只有你 但我冲冲发牌 所以我搜罪一个老百姓 当日我 那时候只有一个 一个大乡的乡身 的地址等等 通通发牌到牢丹 发牌到生博 养罪 网友 一人跟着国老乡去 你今北乡 够吃起 红无女子 这些红无够吃 那么这场人口大迁徙 跟昌门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昌门当时是一个水路要冲 是一个交通枢纽 很多的四面八方的移民 它的出发地是在昌门的码头 我们的祖先是在 是这个昌门的河水长大的 它是我们的一种生命之水 源头之水 就像习主习讲的 忘记这件山 看这件水 记住乡丑 它会具体的象征有东西 不能忘记这里的乡丑 不能忘记这个根 昌门 地处苏州古城西北角 连接着西中市 石路和山塘历史街区 一直以来 这座城门都被视作苏州古城门的 八门之首 今日昌门脚下一块气通昌和的石碑 赫然醒目 五月春秋中记载 立昌门者已向天门 通昌和风也 昌门从建造之时 就被赋予了通天之门的含义 政治中心跟经济中心都在北方 我们到北方去的中原地带 一定要去过昌门 作为几个城门的话 它的形势最最关键 河鲁与西破楚 处在西北 鼓励昌门以通天气 因复明破楚门 2500年前 偏居东南的吴国在军王河鲁带领下 有了称霸中原的雄心 不过西内的楚国成为吴国称霸的最大威胁 公元前506年 吴国大军从昌门浩荡而出 西境伐楚 这辈后人是维持苏州历史上最具有王者之气的时代 孔子登泰山 东望吴门 建插门城头 白马如链 实际上那个孔子是在北面 正北 你说要往平门倒是更土的 他这个插门是对西的 为什么他这么提 就是说这座城门是出的一个标志性的城门 吴国一度增大了中原霸主地位 所以说那些名都就很高了 公元610年 隋阳帝贯通京杭大运河 公元825年 白居易在担任苏州刺史期间 开凿山塘河 连通虎丘和昌门 加上南北沪城河和内城河 形成了五龙会昌的水运格局 昌门成为江南地区的水路要充和物资集散地 被誉为天下第一码头 大运河从北京到杭州 南南北河的船者都一定要经过昌门 而大运河在古代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高速公路 所以昌门这一段就成了一个交通的枢纽 而到了明清时期 昌门因其最是繁华之地 欲将名声在外 打包我一身试 但是实际上我也告诉他 说昌门是南云之 说车瑞设置雷上下 往进八百十四东 不得了 哈哈 也要发这些昌门来 走山行的车也都给他带来的 所以提供我个密告 这些昌门停啊 你这拍的身接受上接受 我搞的山行停啊 这种光是最定的 清乾隆年间的孤苏繁华途中 昌门内外山谷浮臭百货平田 就连城门外的吊桥上都挤满了商店 而吊桥也成为今日昌门地区的一种独特存在 那么吊桥最初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广场用的 云狮做画 钓鱼用的呢 古代用的就是防止被侵入时候用的 城外跟外面的沟通是吊桥 打仗的时候 冰花马乱的时候 有时候晚上不准进城了 那么就吊起来 那么白天就发现了有市民的通行 古苏繁华途中的昌门大街上 两层楼的商铺延绵数百米 各类商品琳琅满目 最靠近城门的一条小巷 砖珠巷 清代时 这里也叫做川珠巷 曾是当时著名的玉器一条街 为什么叫川珠呢 就是它这是玉器加工的 一代都是拒绝了玉器加工的工厂 而且有一个行业工会就叫做周王庙 玉器工所看到没有 它玉器工所就做玉器的用 昌门是天下大码头 各种各样的商业 全国各地的商人都来 那么玉器商人当然也不例外了 昌门大街 后来改名为西中市 清末明初 这里成为苏州的金融中心 有一段时间的时候 整个苏州银行等等的金融机构 有278家 当然西中市就有20家 原来的很多的银行 比如说中国银行都在里面开办 你说它们上面叫江苏 玉苏观银全局 它不是全庄了 因为它这个范围大了 叫全局 悠悠历史长河中 这雄壮巍峨的孤苏第一城门 也曾经历几度毁坏 2002年 苏州启动环谷城风貌保护工程 修复山门 被提上一事一程 叉门对苏州来讲 是非同形成的一块地方 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一种文化的根 我们跟随工作人员 登上了关闭两年之久的 昌门城楼 这里即将启动又一次保护修山 2004年 在昌门修复过程中 工作人员还在现场 意外发现了 元代昌门瓮城遗址 它一个瓮城蛮大的 它要周长是160米 面积要7600平方米 这里就是挖掘出来的 城墙的下面的一段基础 它整个一个瓮城 就是一个凸字形 凹凸的凸 凸出来的 根据考古挖掘 昌门瓮城由上下两个梯形构成 分为前瓮城和后瓮城 整个瓮城呈现凸字形 瓮城的大门正对吊桥 而主城门的大门 则在侧后方 对着现在的西中市 这个之间有一个夹角 就是为了战争的时候 不要扯通通 敌人冲进来一下子就到了 在这张清代桃花物版画上 也能清楚看到 昌门瓮城设有 南 北 西 三座城门 它跟其他的城墙不同的就是 它南北又另外开了一个门 它叫做童子门 叫北童子门 南童子门 这样就是南面通南码头 北面通北码头 这就是昌门的独特之处 因为它太繁华 人员流动太多 所以说它就开了两个南北童子门 2006年 昌门在原址上得以重显昔日风采 修复的城门高11.6米 长60米 由4.5万块防古城砖和5000块石头包裹而成 路城门上建的两层歇山式城楼 其原形正来自于孤苏繁华土 而在昌门周边 西中市 太博庙 北码头等文化遗迹 陆续得到修缮和开发 昌门码头还建了寻根纪念地 寻根驿站和朝宗阁 让当年从这里出发的人们 依然能够找到一份精神的皈依 我是昌门社区第一书记蒋成欢 从小也是生活在老昌门这一块 对昌门也是非常有感情 我们以昌门城楼为核心 挖掘了辖区具有代表性的 实处景点和古迹 打造了昌门实景 今年我们也推出了一条昌门巡迹 运河文化微体验线路 让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的新苏州 来了解昌门的文化 来一起探索昌门的历史 对于老苏州来说 昌门是乡愁 在游客心目中 昌门是千年孤苏的标记 2500年来 这里聚集了无地传统文化的精髓 也传承着苏州人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 中文化的机会 反正中文化的影响 中文化的小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